好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牛丁 牛丁 現在是剛才有火包應該是還沒開 你要用的這個油 你要用的這個油漬 你絕對是不行 不能去用那種 去用這個 譬如說 很多人說我用這個蝦油 蝦油 我們在說的蝦油 Summer oil 蝦油 蝦油就是它的這個 可能胃化化質比較低 這種東西 在對火的傷害比較大 所以你要用這個蝦油的時候 要洗蝦油 因為它的冷本來就比較硬 所以你要對到它的火的影響會比較大 如果你說用這個蝦油 這種的礦物油 這種的 這是專門在這個 時間裡面 用來講 這樣一般它的傷害比較低 你可以藍這個膏蓋煤 這個東西做下去用 還是說加一點玉米酥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在染 糕蓋煤 要把它抗掉 正常我們可能800也在用 500也在用對不對 我想是覺得現在這樣來就不可以用500 去用800 但是那盡量可能還可以做的 就是說 最主要的這個做法 可能就是說 說你變成 就要把農土抗議 變成一千五千五 因為有放油作味 這種東西都尤其現在在這個肥肌 所以這要稍微整理一下 是比較好 所以大概是這種情形 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樣 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好 來 來 633-8601 老師剛剛那個鳳梨 我們就來回答一下好了 這個鳳梨 有一個好像我們一般在說的 有一個叫做白肉 白肉的這個 這個就 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 可能是說它的一個 這種品種上的特色 品種上的特色 如果是說它的品種本來就有這種 這個特色的時候 就是說 要先了解一下 這個品種上是什麼 所以呢 有的這種 如果是它就比較容易有這種 就是我們說它的品種的這個特色 就這樣 如果是這種情形 這就不是生養品種的特色 還有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它在這個花育的這個規定裡面 買你比較沒有的時候 這有時候是含這個缺鈣的 有一點點有一點點的這個關係 但是 得手 得手都不是這個意思 這很多都是 它本來就是這種品種的這個 就是說它因為這個法育的這個關係 我還記得在這個中華 中華好像是 夏頭還是那種 那種那種 以前那種 有看過 就是說它本來 它的價錢就沒什麼好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就我的了解 哪從是這樣 所以 可能是這方面的這個問題 這給大家 稍微做一個參考 反正這個是 就我所知道 就我所知道 它應該不是含這部分的這個問題 當然你若是試買的這個 這個危害 就是它那個不會那麼明顯 不會那麼明顯 說完全 完全這個不買流 所以這有時候 但是說 全部都不去 甚至有可能是含它的這個 品種的這個特色 有很大的這個這個關系 在這個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這樣 這個 這個問題 補了就真的 真不把握 因為我所知道是這樣 我想不出來說 是不是有什麼樣子 不可以渡過 所以是不是說 在這家會去 做成他的一個 這個新業 做成他海棋 是怎樣 這倒是沒有這種的一個 真的沒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所以沒有這種效能 就比較不知道 所以我所了解就是因為這種 這個品種上 品種的這個 這個特色 這個主要是這樣 這給何秘密宇宙做一個了解